大家好,我是陳文斌 我現在就讀樂意華文小學二中班 我的作品是蝴蝶 在燈光的照射下 蝴蝶的雀鳳幾乎沒有影子 因為雀鳳是用透明龍去製的 蝴蝶的觸角是半透明 所以影子比較暗一點 最後蝴蝶的身體是圈筆 不透光,所以影子特別的黑 蝴蝶製作過程如下 第一步準備材料 一支馬克筆,一把剪刀,烏呼叫水吸管 一支不要的圈筆,一張紙卡 一支顏色筆還有一個透明龍去 第二步,在紙卡上畫上蝴蝶的翅膀 然後用剪刀剪下翅膀 第三步,把剪下的翅膀貼在透明龍去上 然後用馬克筆,然後用馬克筆沿著卡紙畫上翅膀 第四步,把透明龍去上的翅膀剪下來 第五步,把翅膀排列在圈筆上 然後塗上膠水 接下來把細管切斷 然後排列在圈筆的下方 最後塗上膠水 最後塗上膠水 然後分乾 這就是蝴蝶的完成品喔 謝謝大家的觀賞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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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